我喜欢乒乓球是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吧 然后能给我带来很多的乐趣 当然这种不光是赢球后的快乐 也有很多因为失败啊 或者是输球面对的这些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感受了很多吧 然后可能跟同龄的孩子相比 虽然自己付出了很多 但也收获了很多 可能这种成长的历程 我觉得当如果自己有一天 真的不再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回想自己之前这个运动的过程 我想是一个 不管是失败还是胜利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过程吧 然后也会让自己 我觉得也是觉得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做了一件 在妈妈的这个 因为我妈妈是篮球运动员 然后在她当教练以后 在这个体育馆的楼上有一个乒乓球室 然后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到上面去玩 然后所以就接触到了乒乓球 基本上正常的一天可能都是早上七点半钟集合吃早餐 然后全队一起 然后八点半钟发车去训练 然后大概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左右吧 然后技术训练完以后身体训练 然后回到房间吃午餐 然后一点到三点钟左右吧 是午休的时间 然后下午三点多左右再继续发车去训练 一直差不多练到有六点半左右吧 七点钟左右 然后回到房间吃晚饭 然后就是自己会休息一下吧 然后看看电视或者是吃些零食 或者跟朋友聊会儿天这样 然后大概十点半左右吧 十点半左右中就上床睡觉 如果不打球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 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然后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喝喝下午茶那种 就是很舒服的 然后很自然的那种在一起 大家可能天南地北的这种聊天啊 或者是讲自己一些最近的经历啊这种 虽然自己之前去年吧 有一段时间可能比较密集的学习了一下英语 然后感觉自己这个听力啊 包括说还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最近这个英语好像学习的时间 又有一些下降了 所以我想可能你们还要再多等一等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I want to thank you. ITTF gave me this chance. This award is great to me. I want to thank all people who cherish me, who help me. And my team, my fans, always support me. I love you all. I love you, Dubai. Thank you very much. 確實倫敦奧運會對我來講是一個很不太好的回憶吧 當然只限於單打上面吧 然後我覺得在團體中我還是覺得非常開心的 這次的比賽我覺得讓自己經受了很多的這種磨難吧 然後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自己一直都覺得很傷心 不能夠很好的去消化吧 然後消化這個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隨著時間的這種流逝 然後包括自己也好家人 包括隊友很多人對我的這種鼓勵吧 也讓自己能夠重新的去站起來 然後包括去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對16年的奧運會 就是說重新展望自己16年的奧運會 希望自己能夠在里約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圓夢吧 也會吧 基本上在北京的時候 一般有的時候出去吃飯 然後我覺得包括或者逛街的時候 如果對方跟我離著比較近 可能時間或者待長一點他可能會感覺 你好像是打乒乓球的吧 然後都會認識吧 因為可能確實上京律啊 包括在北京 因為自己的聯賽隊伍也是北京 所以都會有一些這種 就是會認出來 但是有一次但是也很搞笑 就是因為我和中國就是有一個叫李宇春的歌手吧 就是大家都覺得我們兩個人長得很像 然後就有一次我坐出租車的時候 就是在可能還不是我像現在這麼 大家就是知道我是打乒乓球的吧 就比較年輕的時候他們在出租車上就 他就說你是不是唱歌的那個叫李宇春的 我說我不是 但是他一直跟我說你肯定是你肯定是 如果現在有給我一個可以環遊世界的機會的話 我想我會去任何一個可以就是風景優美的地方 沒有具體但是希望去到的是不要 就是不是鬧去的那種感覺吧 可能更多的是就像馬爾代夫啊 或者是在彎島啊 或者是這種有海的地方 I'm Ding Ding, I'm from China